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家小琴没说什么时候开课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着开课啊 这抓进去的人啊 还不知道是活是死呢 这马上就毕业了 谁知道碰上这事 陆琳 闲着呀 别在这大门胡什么话话 病荒马乱的 还是家里面安全 走 你先回家吧 我铺子给看 行 那我先回去了 来 走 又 又脸 又脸 叔 你怎么来这儿呢 我这儿路过 怎么了 成天让儿闹变法那帮人 就是可惹的了 实着 这老佛爷 一下就变了脸了 把这些人全抓紧了 就是开刀问斩 这满街桶的人奔菜口 都是看热闹去啊 这连审都不审 就开刀问着 审多费事啊 这一刀下去 万事皆休 走 咱们也看看热闹 来 又来 怎么了 老叔 我醒起来呢 我这黄鸟还没喂呢 要不 你先去 咱不能光图看热闹 把我这鸟饿着不是 我的叔 都什么时候还惦记您的鸟呢 我这是宝贝 今儿个怪了啊 这街面上 怎么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你大师哥呢 掌柜的 您不知道啊 今儿菜市口杀人的 师哥和宋芬他们 去开热闹去了 这是什么话说的 刚才出去不是好好的吗 没事 我看见杀人 别吓人 哎呀 明明这是怎么了 我都瞧见了 谭大人 杨大人 刘大人 刘大人 我都认得呀 一下 没了 一件血就晕 就你这样还练武啊 嫂子 孩子醒了 我看就没什么大碍啊 张娃 你给他上杯红汤水 谢谢 谢谢 瞧你这点出息 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书生怎么了 那几个搞变法的哪个不是书生 人家才是真正的优国优民的 你还不服气 好 我给你打个比方 你遇见强盗跟你要银子 要不人家就宰了你 可是你小子呢 非得跟这强盗讲道理 说人家这强盗这么做不对 还劝人家去投案自首 你说 这强盗会怎么样 宰了我呗 对了 非宰了你不可 因为人家的理和你的理不一样 这两家讲不到一起去 你们这些读书人啊 就容易犯这个毛病 总觉得自己的理是天下的理 逮得谁给谁讲 闹不好啊 就把脑袋讲丢了 可这几个人讲的都是国之大计 何罪之有 这个狗屁朝廷就是强盗 对付强盗只有两条 要么跑 要么下手散了他 没别的办法 康有为良起超 人家都是聪明人 人家跑了 不像这几位 还眼巴巴地瞅着皇上支持他的 结果怎么样 掉脑袋了吧 霍主 人家康良的违心派 不是要推翻朝廷 是要改良 您这是要推翻朝廷 你们这想的就不一样 反正 哪样更好 我也没弄明白 你小子知道的事不少呢 对于这个满清朝廷 我从来就没抱什么希望 我打心里就不喜欢他 对付这个狗屁朝廷 从来就不是什么改良的事 就得拿起刀枪 跟他干 今天刑场上的几位啊 实在是死得窝囊 大叔 您今天去刑场干嘛 我看跟您一起的还有一些人 那个高个子大恨是谁啊 他叫大盗亡火 一身的好功夫 我跟他是老朋友了 今天我们到蔡市口 是准备截伐厂救谈斯堂了 可是到了伐厂一看 清兵是戒备思念 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啊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 我这心里真是憋气得很啊 这谭先生真是个大英雄 英雄归英雄啊 可就是死得不值啊 还是我那句话 对这个狗屁朝廷 就根本不是什么改良的事 就得抄起家伙打垮他 霍叔 就照您说的 打垮他 可是打垮以后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是个少廷就比得强 杨兄 杨大人 您说这叫什么事啊 啊 佛门 啊 夜志能是送你送了 杨兄 有个证明 咱们找个地儿 进去聊聊 啊 聊聊 嗯 斩了 斩了 哎呀 这杨大人 这杨大人 前几天还来到铺子里 给他的师傅张知栋 张大人买陶宴 这一转眼 人就没了 同杨大人一块半斩的 还有军机四清的那三位 贪斯桃 刘光帝 林旭 不是说一共斩六个吗 剩下的那两位 一个是朝廷的建管杨宣秀 另一个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 这六位除了康广仁 其他那几位我都打过交道 叫我说他们可都是好人哪 好人 那都是国家的度量啊 杨锐他们这军机四清 可都是皇上为人的 杨锐在被谱的时候 对众人说 我当差才五日 连一个奏折还没上 就一块糟祸 这不是冤孽吗 可不是吗 他觉得自己啊 实在是没什么罪过 等到审讯时 一说就清楚 杨大人还心存幻想 刘光帝也是啊 光帝兄被捕后 还在狱中 背诵诸子全书和周易呢 还觉得没事呢 他也是自问无过 相信一审讯就能说清楚你 可是连审都没审就斩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 何大人 庄掌柜子 您真守信用啊 我是买卖人 不守信用那行啊 不是说让你那个伙计送来就成了吧 你还亲自跑一趟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让伙计送 我不放心 这真是前龙爷用过的 没错 您看 赐福苍生四个金字 除了皇上 咱们平常人 哪担待得起啊 庄掌柜 您那松赫斋开了没几天日子 一个新铺 一个新铺子就能卖前龙爷使过的东西 你不是梦过的吧 不能够啊 何大人 松赫斋是新铺子不假 可是松竹斋想必您听说过吧 松竹斋 我听说过 当年我那白折子都是从那里买的 那是一间老字号 没错 是老字号 这个松竹斋掌柜的呀 是我的兄弟 松竹斋倒闭的时候 就把他的货底子盘给我了 您明白了吗 这货底子里就有这扎别 没错 老大人 这可有年头了 哎呦 这可是宝贝呀 这是前龙爷当年差人 在松竹斋定做的笔 前龙爷就使用过一回 就赏赐给一个姓王的太监 这王公用了 正赶上手头紧缺银子 就把这笔 作价给松竹斋了 反正他有的是好东西 本来呀 这笔就是松竹斋制作的 他值不了几个钱 可是前龙爷用过呀 这就不一般了 到现在 要是没有几百两银子 怕是拿不下来 你是说他能值好几百两银子 我这还是少说了 您想啊 前龙爷是什么身份呢 甭说他老人家用过的笔 就是前龙爷使用过的夜壶 搁咱们凡人手里 保不齐也把他供在祠堂里当传家宝贝 那可值老银子了 真有你的 那这个我看完了 再给你送回去 不能够 俄大人 这是专门孝敬您的 孝敬我的 你主要说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哪能 俄大人 那我就收下了 您并客气 俄大人 您看 这是我们苏鹤斋兼制的东西 您先使用 您用完了 差人告诉我一声 我再接着给您送 中产会 这怎么好意思呢 谢谢 谢谢了 您并客气 诶 庄大人 我听说这两天宫里出了点大事 您没什么不方便 托老佛爷的福 我挺好 不过也不算出什么大事 就是杀了几个新党 要照我看呢 他们早该杀 大清国历兆二百多年了 规矩早就定下来了 岂能几个新党 那说改就改啊 不杀他们 怎么才有王法 那是那是 我是买卖人 对江山涉及的大事 实在是不多 只要俄大人好好的 我心里就踏实了 然后宫里要是需要点什么 您可得想着我们宋客斋啊 我心里有数 左爷您来了 您可有事没来了 里边请里边请 铁头呢 可以 左爷您先坐着 我给您七户查去 和家等等 一壶比楼春 要明前的啊 别净拿了次品糊涅了 左爷我一品能品出来 左爷您什么身份啊 我哪敢轰论您呢 您稍等啊 等等 老规矩还记得吗 左爷您提个醒 这老规矩是 云片糕 瓜条 葵花籽 葡萄杆各一叠 想起来想起来 好嘞 瓜子云 小爷 您瞧见没有 这小子在这装孙子呢 这要是搁到以前 您就是借他俩胆子 他也不敢忘了您的规矩 左爷 昨天 我派两个兄弟去收银子 您猜怎么着 琉璃厂整条街的店铺 只收下平常一半 有些店铺 看着我的人就哭穷 还有的跟他来硬的 说您左爷已经照不住琉璃厂了 还好意思收银子 会员阁那王掌柜 说话就更难听 说 爷我听着呢 他说呀 让我们哥里哥 先上松火斋收去 还说 说左爷您让人拿刀 可以就加价子 我说上 连个屁都没敢放 还甭说赵老刘厂了 您能不能互助自个儿 都两说 左爷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们说的 人嘴两肠皮 由他们说去 咱们亨不能把他们的嘴 给缝上吧 王大人 请请请 您最近可老没来了 是啊 最近事多 迫不开身 另外 出了康良一党的事 人人自危啊 王大人请坐 珊子 泡茶 不管出了什么事 咱还得过日子不是 各位大人 每天办完工 回家也是待着 不如聚在我们松河斋 喝喝茶聊聊天 再不计逛逛琉璃场 总比在家待着强吧 您说 是不是这个理啊 是啊 行不阳大人到了吗 还没到呢 按理说 他应该先到啊 是是是 您在总理衙门府 消息灵通 您给说说 这 闹变法 闹得最厉害的大头 康有为 梁启超 这都跑了 别人怎么没跑了啊 别人不是没跑了 而是压根没打算跑 没打算跑 对 就拿谭死同谭先生来说吧 他得着皇上 被老佛爷软禁的信 非但没有跑了 而是急着去见了 英国传交士 谁呀 李提摩泰 他们在一块 商量来商量去的 最后拍板定下来 荣洪去见美国公使 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 李提摩泰 去见英国公使 这都什么时候了 见外国公使干什么呀 寻求援助啊 谭死同是想动员 这些外国公使出面 保护皇上 后来他还去了日本使馆 劝梁启超去日本避难 并且把自个儿写的 人学和其他一些诗文集 交给梁启超 一并带走 那他自己怎么不跑啊 说的是呢 梁启超也劝谭思同 一起出走日本 可谭先生执意不肯 他对梁启超说 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 无以愁圣主 壮掌规的您听见了吗 谭思同是决心要赴死啊 哎呀 要说这谭思同啊 也真够将的 皇上你就不成 那也是天意了 就别耽误自个儿了 逮着空子 跑啊 谭先生偏偏不跑 人家就在自个儿家里边 耗着 朋友们都劝他 别耽搁了 赶紧叮 您猜谭先生又说什么 说什么 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 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之所以不偿者也 有之 请资四同 识 壮实啊 张夫呀 外头到了一车祸 这送货的说 非要您自己亲自去亲给 我知道了 王大人 您先坐 我去去就来 朱大 请王大人到后边喝茶 王大人 您里边请 这不是左爷吗 各位同意好 怎么着 到铺子里坐一会儿 脱冷卦的行啊 后头有人戳着 还这么客气 养了吧 小的那货爷在找我们麻烦 左爷 瞧您这话说的 那天的事 您都看在眼里了 天地良心 我跟那货爷呀 真不认识 我没有想得罪您的意思 你甭跟我解释 我知道货爷不是你请来的 是你们那少爷请来的 不过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您说您说 货爷他长着两条腿 今儿个在京城 苗儿个兴许就回了西北了 咱们松鹤斋可是没长这么两条腿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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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左爷啊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 松鹤斋长不了腿 他还得戳在咱们琉璃场 我们还指望左爷赵爷 我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我明白 方掌柜的 你是聪明 左爷啊 您别客气 俗话说 水大不能漫过桥下 我装虎尘哪 知道好歹 姓庄的 你别在这儿猫哭哗到贾思贝 你嘴上谁都不得嘴 但是你心里呢 你是巴不得我们左爷的倒霉 是吧 你不就是炸那个姓霍的 在这松河斋这儿给你戳着吗 行啊 咱走着瞧 你要真有能耐 你把这松河斋搁在车上 让这姓霍的 走着哪都推着这松的 不是 这位兄弟可言重了啊 我担待不起 就算我把左爷和各位兄弟得罪了 你们也得给我指条明道啊 我装某才知道怎么做 才知道 这事怎么就完了 左爷 你帮瞧我 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们这位兄弟说了什么 没听见 不是 老板 这个事怎么能了 您心里面应该有数啊 按老规计办不就完了吗 不就是点银子的事啊 得嘞 左爷呀 您稍后我给您开银票去 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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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人您来了 王大人在里边等您呢 庄长贵的 这几位是谁啊 这几位啊 也不是外人 都是附近的朋友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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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倒不像了 倒像是街头的泼皮无赖 怎么着 他们想敲诈你 这样吧 现在你们几个 就给我到刑部衙门走一趟 是不是敲诈 咱们总能搞清楚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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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庄长贵的 不是 真朋友 我太知道你们都是些什么朋友了 光天化日子在京师之地 天字脚下敲诈勒索 怎么着 想造反是不是 没有 大人您稀弄 大人您稀弄 那就快给我滚 滚 杨大人 杨大人 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助 杨大人 里边请 如今呢 这支官府也只能嚇唬 嚇唬这帮弟弟的窝赖 您请 杨大人 杨大人 嗯 您怎么才来啊 好 您这脸色可不大好 哎呀 没法好啊 怎么呢 您您您这是怎么了 庄上贵的 您就等着改进身吧 哦 您这是又要调刃了 哼 调刃就好了 那是 扁了 扁了 凭什么扁您呢 杨大人 您说谭大人刘大人他们这六位真凶 脑袋都掉了 凭的又是什么呀 二位大人 咱们到后边去聊 请 我给二位大人泡茶去 哎呦 这里都气派了啊 是是是 三郎兄 一鸣兄 嘿德子 德子 德子 谢谢二位赏光了 再吃点这话呀 上次因为松公开封条的事 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 但是想找一个时间呀 请您吃顿饭 就 这倒好 让您抢了仙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一鸣兄 谁让咱俩是兄弟呢 您这话可就见外了 嘿嘿嘿嘿 德子兄 你看看 这个今天可让你破费了 不瞒你二位 今儿是我们掌柜的 特意安排 让我好好谢谢你们俩 嘿嘿嘿嘿 你们掌柜的真能耐 宋我们大人一支大毛笔 愣说是前隆爷用过的 嘿我们大人拿哪支笔呀 简直是爱不释手啊 哈哈哈哈 三郎兄 以后我们松鹤斋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还得请三郎兄 在鹅大人那儿美言几句啊 没说的 有事您说话 哈哈 请 请 请 一鸣兄 你也够账的 快跟哪儿了 上回我们少爷张又霖 吃了官司 谁在大牢里照我们来 还不是您一鸣兄吗 哎呦呦呦呦 你遥不提这事儿 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 怎么样 现在又林少爷他还好吧 哎 托您的服务好着呢 哎 好就行 来来来来 二位 我得子敬二位一杯 以后得子跟这儿混 还全仰仗二位照应 好 这儿好说好说好说 哎 鸣爷 您的热菜是现在上 还是听招呼 听我招一颗 来 二位去 哎呀 这提起又林少爷呀 我倒想起来了 前两天啊 在菜股口展的那几位爷呀 我都看什么 谭思同 谭大人 就关在又林少爷那间牢房里 哎 鸣兄 是吗 这你可得说说 谭大人可不一般人哪 那是皇上亲寿的四品 军阶章经上书方行早 那是进出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啊 听说当仇一品大员银 也得尽头三番 不是脑子玩的 哎 说说说说 杨大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马的事儿啊 还不是因为刘光帝的案子 牵连上我了 老佛爷算是开恩哪 没把我拿进大鱼问罪 已经算是皇恩浩荡了 那怎么牵连到您了呢 光帝兄入狱后 我利用植物上的便利去偷偷看过他 他在狱中写了首诗 托我在时当的时候 转给皇上 我答应了 可后来 让狱卒给告发了 杨大人 您做官一向谨慎 那怎么也一起用事了 广帝兄一片赤子之心 感天动地 我也是情不自禁呢 那怎么办的您呢 老佛爷震怒 本想重叛我 又念及着我多年围观清廉 算是从心发落 来了个隔职待茶 让我到方林院 待罪自省 杨大人 半军如半虎啊 这是 至打咱们准备入室那天起 就明白的道理 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清楚 这官场如赌场 一保押下去 是福是祸 就看您的造化了 现如今 杨大人您自然被贬了官 隔了职 可命还在啊 保不起哪天 又东山再起呢 所以说您还是想开点 这光弟兄 在狱中都写了些什么呀 竟让老佛爷如此生气啊 是一首奇诀 清朴隐气 知无补 慷慨难愁 国事恩 欲为功割千里草 本出见者 莫清言 慷慨难愁 国事恩 皇上以国事代光帝 光帝兄是在皇上有难的时候 杀生成人 以报皇恩啊 真乃 大丈夫所为啊 杨大人 变法难啊 不变吧 大清国极重难返 净受洋人的欺负 这变法吧 闹不好 这脑袋 又给变没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个谭大人啊 还真是个人物 在牢房里啊 就背着个手 这走来走去的 好像啊 总有想不完的事 这有的时候啊 就突然间站着 从地下 捡起块石头了 在墙上就这么写 我就问了 您这写什么呢 这个谭大人啊 趁我一笑说呀 做事呢 嘿 您瞧瞧人家这个啊 在皇上身边当柴的人 他就是不一样 这都快问斩了啊 人家跟没事人似的 还做事呢 你说像咱这小小老百姓 就是弄不明白了啊 你说这些人图什么呢 放着好事的官不当 非得搞什么变法 结果我们命都丢了 你说这玩指着当吗这玩 啊 一鸣兄 除了谭大人以外 不是还有几位吗 那几位都什么样啊 听着啊 林旭 林大人 三十郎当岁 长得是眉清目秀 是一表人才 这位爷在牢房里一声不吭 他只会笑 他笑什么呀 我哪知道他笑什么呀 再说说这康广仁康先生 这位爷 他又是一个样 成天的呀 拿脑袋去撞墙去 一边撞着 他还就一边哭着 哥哥做的事 干嘛让弟弟来扛啊 你说这 后来啊我这一打听 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康广仁啊 是上海大同艺术局的经理 康有为闹着变法 四几个忙活不过来了 就让他弟弟到时候来替他管管账 这不是啊 就在案发那天呀 还有比捐款没有到账 这康广仁惦记着 把银子拿了再走 这不是结果 康有为跑了 他弟弟倒扛了缸了 您说这事还冤是不冤 哎呀这真忒冤了啊 来 这还有呢 开刀问斩那天 我拿着名色 去教这几位爷猪奸 这康广仁一听到出间 就知道坏事了 哎呦这个劲的哭 刘光帝 刘大人 他是在刑部做主事的 他知道这里的规矩啊 新的话说了 这没提审呢 怎么就问斩了呢 他就劝了康广仁 说呀 这不是去刑查 这是提审 你哭个什么劲啊 后来啊 您猜怎么着 他怎么着 那得先审上呀 不审他怎么定罪 他不定罪 他就不能杀头不是 对啊 话是这么说 这几位爷一出监 就被五花大王推出西角门了 这刘大人知道啊 这犯人一推出西角门 就直接就奔刑场了呀 这也痛得骂呦 这没提审呢 没问罪呢 怎么就杀头啊 这是什么样的朝廷啊 这个朝廷啊 怎么这么昏亏呀 小点声 反正啊 这次老佛爷一翻脸 不知有多少人脑袋搬家呀 我听说 就管是这次为变法 优性没人多了去了 不止六个 话这不说嘛 前几天 有一位客人前脚从我们店里出去 后脚就让铺块给抓了 搁在我们店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拿呀 我看着都渗得好 哎 怎么掉了 干什么呢 作爷来了 今儿个吃点什么 老规矩 接好的上 上次吃什么这回还上什么 九爷对不起 今儿个有点不好办 什么不好办 作爷您息怒 是小的不会说话 回头啊 您该教训就教训 可您让我小的把话说完 是这么回事 您每回来呢 掌柜的都在 您和弟兄们吃喝的仗 也都挂在掌柜的身上 可今儿个有点难 今儿个怎么了 说 今儿个掌柜的不在 您要是挂账的 我一个当伙计的 做不了主 什么意思 你就直说 作爷小的这个意思 今儿个您要吃饭呢 我这就给您张罗 可是有一样 这该给多少银子 我得照收 不然掌柜的回来我没法交代 你还烦了你 啊 左爷的银子你也敢收啊 你是活腻了 这位爷爷您教训的对 可小的真的做不了主 还请各位爷 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不过掌柜的临走是说了 今儿个要有一份银子 收不上来 伙计和厨子们 这个月的工钱 就免了 我砸了你的铺子信吗 我们吃多少 我们给多少银子 少不了你的 能上菜了吗 对不住了左爷 这银子小的先收下了 一会儿啊 多腿少补 伙计们 给左爷上菜 有点意思啊 全他妈长行似的 自咱上次在松河斋栽在这霍振锡手里 消息一传开啊 这琉璃厂的商家可就都不大听招呼了 冤有头战有主 咱们还得把这账啊算在这松河斋头上 要是不把这个面子找不回来 咱们以后在流水厂就没法混了 听到了没有 得留点神 这左爷不好惹 对啊 不怕贼头就怕贼惦记 小心点没错 你们俩招什么急啊 招什么急啊 俗话说的好 有骗货还抽挨板子吗 咱们走着瞧 都说马王爷三只眼 我他妈姓左的野三只眼 二位 不行 我得回去跟掌柜子说说 我们松河斋恐怕要来事啊 你们慢着啊 我先把账结了啊 好 好 小姨快去开门 哎 凡作有向皆是希望 大人 你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晚 忙着办些公文的移交 耽搁的时间长了一些 好在 以后不要去衙门办公了 怎么了 老佛爷有纸 县级被革职了 为什么 说我跟违心变法的人搅在了一块 那你没为自己身变 眼下 违心变法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事 谁听你身变 过几日 我就要去方林院守财园子了 方林院守财园子了 方林院在哪儿 还不算远吧 出了城 百余地地 来 不提这烦心事了 啊 意外 断桥边 寂寞开无中 已是黄昏 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是陆方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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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写是自嘲 明性已干黄纸外 光阴全赋 律尊重 门前拨着谁相觅 和我今年 是陆方翁 是陆方翁 我今天的处境 也算是跟陆方翁同病相连 却没有他那样的心境 因事所化 是呀 陆方翁虽幻海臣服 宝金幽欢 但仍不识高远的心知 和超凡的敬怀 陆落称你念作臣 只有香如故 陆游的这首诗 似乎是诀别 但愿我们不识 大人 我不许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要随你同去方凌渊 社区秦淮河的英格厌恶 随我到这京城是非之地 已经够难为你的了 蹉跎人世间 南圈两情缘 路透遥远 我过去看看再说吧 不 秦淮河厌恶 欲知音 取尽悲甘 情不断 随波驻流 千万里 波云秋月 冬金花 冬金花 相见偶然 别以难 悄然泪向 悄然泪向 望军远 你怎么会有啊 不断 我会有点 有点 有点